台北國際工具機展 將會在明年三月盛大回歸 展望明年景氣 機械工業同業工會的理事長 魏灿文師認為 雖然說產業從九月開始下滑 但只是過渡期 預計明年的第二季景氣 就會開始復蘇 而台積電董事長劉德英 今天出席三三會的例會 演講當中也提到 臺灣的半導體產業未來 機會還是很大 必須要加速發展 保持領先 台北國際工具機展 明年三月將實體回歸 只是展望明年景氣 許多岩調機構都預測下行 業者端如何應應 IoT等等都把它做好 智慧的產線都把它做好 那等到經濟景氣景一來 就可以恢復 產業界預估明年到第二季 渴望景氣回升 而根據台經院三十號公布 今年十月製造業景氣信號 從九月的十點八零分 增加零點一七分 到十月的十點九七分 但燈號則連續八個月 都是代表景氣低迷的黃藍燈 預測明年景氣將走先吞 後跳格局 台積電董事長劉德英出席 三三會立會演講中也提到 如果善加利用優勢 臺灣半導體產業未來發展契機 還是很大 必須加速發展維持領先 對股神巴菲特買進台積電股價 劉德英給出四字評價 無懼會演 董事長您會去美國嗎 台積電下個月六號 將在美國舉行晉級典禮 但劉德英沒多做回應 博國發會主委公明型透露 將以台積電董事身份出席 外傳美國商務部部長 和美國總統拜登 都有意出席 能否藉此拓展 臺灣能見度 引發關注 記者原此林志堅 臺北報導